有鉴于警察机关忙于协助防疫防止破口产生 却有不法分子趁机作乱 在街头发生斗殴、跌血、暴力事件 玉旅分局无疫警的测试快速打击犯罪部队 由分局长吕玉腾现场指导分局同仁处置作为 也展现了灵活调度快速打击犯罪的实力 也确保民众的生命身体以及财产的安全 日证内某KTV前因为客人酒醉 双方互看不顺眼引发口角 竟能演变成群居斗殴 警方获报之后三分钟内抵达现场处理 有志不远警隔开双方并且逮捕自私分子 侦察所在旁搜证 压制在地的逮捕动作超逼争 原来这是玉旅分局的快速打击犯罪部队测试 依据警局班顶启动快速打击犯罪部队的作业程序 现场由指挥官侦察队长林伟博分配几届 逮捕搜证以及交通管制等等的任务 完成了警力部署 打击投机分子防疫期间趁机作乱防范街头暴力及犯罪事件发生 警方针对任何挑战公权力事件 绝对严正执法述查旧犯 以展现公权力维护社会秩序 确保民众安居乐业 这次演练以无欲警方事实施 首要是考验现场指挥官的临场反应以及指挥能力 另外也检测以及训练警力集结的效能 建立远警迅速反应 相互协防的默契 演练结果展现了指挥官果决下令 远警快速机动专业训练有素的特性 日本局势必全力以赴 宣示维护治安打击犯罪不手软的决心 据这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